外星人究竟長得什麼樣子呢 你真的見到他 你才知道他的長相究竟是如何 不過美國有個男子 他叫做馬修瑞德 他自己說 我在2009年的時候 就真的被外星人給抓走 有些人說 哎呀 他不是真的被抓走 他是被閃電劈到腦袋裡面的記憶 突然之間喪失了 後來專家他們決定前往 去找馬修瑞德 了解一下他究竟被外星人 抓走之後狀況是如何 不過他在訪談之中 突然之間發現到 沒想到他的家人 也被外星人給抓走過 真的假的 那我就被外星人想了 坐著了 對他後來 對他日順 我看了 我記憶了 著車賽 向暴惑 沒想到 這個 從那裡 走 我記憶了 從什麼 正在座 然後開始進入 那接下來什麼事 馬修瑞德 我完全不記得 馬修瑞德醒來時 他已回到車上 不知自己身在何方 而且失去部分記憶 最離奇的是 他的胸前出現了兩個 像是被刺穿的不明小傷口 不完全不能描述他們 對 他們在那裡 他還問我最近 有任何燃營療 因為他們有點像 更令人費解的是 馬修的車上 竟驗出輻射反應 由記者莫林 航空工程師 麥克巴拉 錢中勤局的探員 戴羅辛斯 以及聲稱 曾經和外星人接觸過的 史蒂芬瓊斯 四人組成的幽浮調查團 要找出真相 我們看看這兩個地方 我告訴你 這是比普遍的 你能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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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厲害 事隔多年 團隊重返馬修當年聲稱 被綁架的地方 竟然還測出微量輔射 然而儘管如此 仍然無法讓麥克相信 馬修的外星人遭遇 他推測 全美每年發生 五千五百萬次閃電 當晚馬修的車 很可能是遭閃電擊中 才造成他記憶出現亂象 甚至是短暫失憶 為此 麥克設計了一個實驗 你真的想要我站在這個地方 約7米 他讓莫林穿上防護金屬衣 然後以70萬伏特電流 施以電擊 如果理論正確 莫林就會因為接近高伏特電壓 暫時機力減弱 比克設計 莫林的記憶力 他有15秒的時間 記住盤子上的六樣物體 電擊前他接受了同樣的測試 只記不住一樣物品 然而這次他只記得 六樣物品中的兩個 這證明了被高伏特電壓擊中 確實會影響短期記憶 這很可能就是馬修當晚 失憶一個半小時的原因 然而調查團進一步查詢 卻發現當年案發時 並未出現閃電 他們的理論再度被推翻 這時馬修又有驚人爆料 我剛才是四個 我剛才是四個 我開始看到這些 照片的燈光 在外面的外面 有一個探索 那是一個探索 那是一個探索 的探索 那探索 開始探索 然後 我突然看了 然後我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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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2009 我離開 然後我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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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弟弟在 團隊找到馬修的哥哥 湯姆求證 被外星生物綁架 他歷歷在目 釋放之後 他身上也出現 無法解釋的傷痕 手上一塊皮膚組織被切除 調查團認為 這實在太可疑了 於是求助 研究外星綁架 和竊取事件 超過50年的專家 為何被探索 我會想是 跟DNA 因為我 曾經信任 華盛頓的資料 有一個 混合計劃 計劃 一群人 計劃 製作 混合 人類 和自己的生物 如果我學會 是正確的 那些混合計劃 在這類型的 混合計劃 擁有 全球 顯示外星人 真的很可能 在竊取 人類的 協議和組織 如果那些人 在這裡 做一個 混合計劃 如果那些人 在這裡 他們不在乎 真相究竟為何 至今 不得而知